马航MH370坠机事件留给家属无限的伤痛以及遗憾 马来西亚刺激人动起来 在前线肩负起父会以及沟通的桥梁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首府福隆市的刺激联络处 也在这一个月的共修会 邀请前往北京支援的志工来分享 陪伴家属的心情点滴 这次空难我真的会好像有苦力要出 一直要出这样子 我瞎说因为我希望他们要坚持加油 我们要应对就要用上人的法 就是我们要思考要如何的面对 要冷静 就是瓶子上人在教我们的六度波罗蜜 在这样混乱的环境 我们还要保持我们那一份新的 那个竞技情成的那个境界 不管到最后结果是怎样 希望他们要坚强地活下去